大家好,我是小静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五白汤的做法 据说是民国大美女宋美玲的包养秘诀 细腻丝滑,盛似燕窝 爱美的姐妹们记得收藏起来 首先准备20克黄豆 20克白扁豆 加入一碗清水,把黄豆、白扁豆浸泡一个晚上 一个晚上之后,黄豆、白扁豆都已经膨大了很多 这时候再把它们过滤出来,控一下水分 白扁豆通过清泡之后,有一些侧芽带黑的 像这样的白扁豆是发霉了的,我们需要把它挑剪出来 接着再准备一块泡发好的银耳 加入一勺面粉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先把银耳抓洗一下 银耳俗称平民当中的小燕窝 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抓洗好了之后,再换清水,把银耳多清洗几遍 清洗干净的银耳,用剪刀把它剪成小块 接下来再准备一根山药 把山药切成小块 山药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接下来再准备几块冰糖 把准备好的食材全部倒入豆浆机中 加入约900毫升的纯净水 这些食材大约是两个人的用量 喜欢喝细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水 选择干湿豆这个功能,大约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之后,这道超级营养的五白汤就做好了 一股浓浓的豆子香味,超级的丝滑细腻 想要变白变漂亮的姐妹们,可以收藏起来这道五白汤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觉得我的视频有帮助的,可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家人 我们下期见,拜拜